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有硬豆腐1磅 切开你喜欢的大小 放一块干净的厨房布在底 锁一锁水就容易煎得金黄 这里有半杯热水 一些黑胡椒粉 砂糖 还有白醋可以用柠檬汁 一些姜 和老抽 就这样 就好了 热锅加一些油 用中大火 放些豆腐下去 煎香四边 炒出来 做一点油 一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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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锅 一锅 和一锅 加入热水和糖 保持搅拌 煮至糖漿收紧一些 加入白醋 和老抽 继续煮继续搅拌 煮至你喜欢的稀稠程度 我不是很喜欢太稠 你喜欢稠一点就煮久一点 但要小心一点不要煮干水 接着可以加一些黑胡椒粉 试一试味 看需不需要调节一下味道 接着倒入豆腐回锅 完成了 可以加一些芝麻和葱花 这个糖醋豆腐用硬豆腐用煎的方法 不需要用大量油炸 糖醋汁煮的方法也很简单 开胃的家庭菜 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试一下 可以留意一下我煮的汁不是太稠 喜欢的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煮法 今天就说到这里 记得给个like和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